牛肉最好吃的八道神仙吃法 好吃到牛气冲天 第一道 你可要看好了 把牛肉放进牛奶里泡一泡 您即将得到西三厅牛排又嫩又滑的腌制方法 家长们不要再给孩子吃外面的合成牛排了 在家自己做 干净又放心 花十块买一块牛里脊 这个部位特别嫩 先用叉子插几个小孔 再用刀背敲打七七八十九下 重点来了 再把牛肉浸泡到牛奶里 因为牛奶的蛋白酶会软化肉质 牛排煎起来才会鲜嫩不柴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美食教程 能否点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的感谢大家 再放洋葱丝 一个公鸡蛋 倒入一包黑椒粉 这样腌的牛排嫩滑不柴 每次多做一些 放冰箱储存 吃的时候取一块放锅里煎一煎 煎至八成熟即可 搭配点意面 真的比西餐厅的还好吃 学会了收藏起来 做给孩子尝一下 第二道 草牛肉千万不要直接就下锅 那样炒出来又老又硬 今天分享一个既简单 又更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21斤的牛肉切成片 然后加葱姜水 老抽 蚝油 少许的淀粉 抓拌一分钟 再放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这时候我们准备点青椒 把它拍点 切成小段 再直接倒入锅中 不需要放油 只需要放一小少盐 给它慢慢的煸炒 压出辣椒的香味 拎起油锅 把蒜末小米辣炒出香味 倒入腌好的牛肉 开大火 像我这样把它滑至八成熟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 方便下次想吃 随时可以找得到我 最后倒入牛肉 少许的生抽调味 开大火把的草香 就可以出锅啦 第三道 比路边摊烤创 还好吃的自然牛肉 学会了自己在家做 再也不用担心 老公去外面吃烧烤了 新鲜牛肉 切成一只大小的丁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 加盐 胡椒粉 掉酒 生抽 自然粉 一个鸡蛋清 两大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抓至包裹猪 腌制20分钟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一块一块下锅炸 炸至牛肉半手捞出 再把油温烧热下锅中 小火慢炸 炸至微微焦黄 即可捞出 并起锅下洋葱蒜末小米辣 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牛肉 撒一把自然粉 辣椒面和白芝麻 快速翻炒个5678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自然牛肉外焦灵嫩 老公再也不去外面吃烧烤了 第四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凉拌牛肉了 只需花三分钟自己在家做 香蜡可口 一上桌全家抢着吃 先把18一斤牛肉切成大薄片 加胡椒粉 生抽 毛油 适量葱姜水 一勺淀粉 腌牛肉千万不要放盐 不然又腥又柴 抓匀后封上食用油腌制20分钟 水开下入牛肉烫30秒 变色的迅速给它捞出来 加蒜末啊 青红小米辣 香菜 白芝麻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海添的酸辣凉拌汁 里面添加了辣椒和蒜蓉 夏天用来凉拌各种菜系都很好吃 这样做的凉拌牛肉一口下去 拉黄金我也不换 学会了你也收藏做审吧 第五道 炖牛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 那样炖出来又柴又硬鸟不动 今天教你一个方法 炖出来像豆腐一样嫩 首先把牛肉切成块 放入温水中 加一小勺盐 浸泡十分钟 泡出血水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牛肉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切记不用焯水 直接下锅煸炒 炒出水分 我每天分享都是简单的家常菜 你要是喜欢 就点个关注吧 哪天不记得做 随时还能找到我 然后放葱姜 八角香叶丹辣椒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一勺黄豆酱 一定要加开水 才是牛肉不柴的关键 扣盖炖四十分钟 然后放入土豆和胡萝卜 再炖二十分钟 最后放点蒜苗 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黄焖牛肉 软烂入味 拌米饭孩子非常喜欢 第六道 春天是孩子长高的时期 聪明的妈妈 每周都会做几次 这个黑椒牛肉片给孩子吃 鲜香滑嫩 味道一点也不比西餐厅的差 鲜牛肉切薄片 加葱姜水 生抽 老抽一起抽 蚝油 蛋清 黑胡椒粉 抓制入味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八分钟 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空碗中加生抽 少许老抽 盐鸡精 黑胡椒粉 少许淀粉 适量清水 这样做菜的时候 就不会出错了 油热倒入牛肉片 快速滑炒汁变色 盛出备用 另起锅倒入大蒜粒 然后加洋葱辣椒 每天都会分享做菜小技巧 您就给个关注吧 想吃不会做 可以随时找到我 炒出香味倒入牛肉 再淋入调好的黑椒汁 大火翻炒收汁 即可开吃了 第七道 把鸡蛋倒入牛肉里 这个做法真的太好吃了 我家已经连续吃了一个月 三个儿子每次都能吃好几碗饭 准备28一斤的牛肉 加一个我下的蛋清 生抽 蚝油 胡椒粉 有条件的家人 可以戴上手套 用我亲自的手套